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嘉賓個人意見 日本頻道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今集意大利足球 小弟主持的意大利足球Anthony 有看球星台節目都會看其他特備 或與足球球壇有關的節目 譬如有球星台節目 香港球的節目 即是香港人支持香港球 恆常都會做 譬如其他節目有 紅魔仔基地 利物浦球迷天地 藍戰士本色等等 傑昌阿仙奴等等 意大利球也會有相關節目 其實一直都是小弟主持 但不是經常一個月都未必有一次 最主要是小弟的時間 另外譬如有沒有值得大家關注的新聞 今天日的節目會跟大家分享 或分析一下 很多人比較關心的米蘭雙鴻 又再次有機會逆手 說到國際米蘭 其實已經在早前半年左右 這個時間已經成功由蘇寧 即中國的財團 持有超過60%的擁有 其實這個比較確實一些 但具體操作或影響或分析 在我講到AC米蘭那裏再和大家慢慢談 AC米蘭這裏其實在2015年 即大概年多前 泰國的財團Mr.B 其實已經和AC米蘭貝盧斯科尼那邊 已經大概談好了一個 4億8千萬歐元的價錢 收購48%的擁有權 其實也談好了或初步簽署了一些初步合約或協定 但最終這宗交易其實沒有落實到 所以其實到現在 仍然是大家了解的貝盧斯科尼 總監會是加利安尼 即是乾頭佬 但到了2016年8月初 8月初的時間 亦都傳出有個中資 即是大家的概括 其實這一集是類似一個懶人貓 因為如果你要看得完相關 仔細地看得完而且消化 兼且了解這宗生物的內幕 耗時不少 所以這一集為大家撮耀 或者簡潔地跟大家再談一次這宗生物 然後有少少少少弟的見解 其實8月初的時候 所謂的中資 大家可以視作一個叫做李永雄的一個中國商人 其實他就是今次AC偉蘭逆手的一個操盤人 大家可以有一個初步的理解 但是另一件事就是 那個價錢就是5億2千萬歐元買 然後再加幫AC偉蘭償還2億2千萬歐元 即是你加上當中國的資金 就出7億4千萬歐元的價錢 就收購AC偉蘭9成9的股份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但是為何這一宗交易 那麼值得大家關注呢 就是在過去一至兩個星期 多番傳出 其實第一個說的是彭博 彭博其實就是一個全球性 那邊叫做國際金融的一些數據 他非常有權威的供應商 亦都是為中國內地報道很多的財經新聞 簡單來說在財經隔離計 其實已經是一個權威 他就報道了最初 李永雄的商人向AC偉蘭證實他有多財力 老實說我買這麼多錢 我都要證明自己有錢 其中一份證明李永雄有錢的一份文件是假的 彭博報道是假的 那份文件也有東西寫的 就是蘇寧的銀行證實利用雄商人其中一個 叫做帳戶或者戶口 有1億多少少的歐元 起碼是夠抓 因為初步簽署了合同 那個合同其實就說明 這個中資會給1億AC 起碼夠抓那條數 即是一個statement 這樣證明 但彭博報道是假的 這是其中一張證明李永雄這個商人 有這麼長的財力的statement 彭博證明它是假的 第二就是財新記者 一些都是屬於國內的媒體報道 就說另一份 初期令到AC偉蘭相信李永雄有財力的 另一份文件就是東莞銀行開出的 那個文件很奇怪 就不是說它戶口有多少錢 跟第一份的形式是少少不同 就說它會全力支持李永雄 就是這樣 類似是這樣的意思 簡潔地去說 但是這個財新記者再次報道 這一張的statement 亦都是假的 亦都是偽造的 其實第二張的statement 即是東莞銀行出的那張 內容更提及到 李永雄作為一個商人 當然有N那麼多個 即是拋波仔公司 其中一間叫深圳的捷安德實業公司 跟東莞銀行有很密切的合作關係 正正是因為那張紙這樣寫 所以東莞銀行相信李永雄 因為捷安德實業就是李永雄持有 他便相信李永雄有財力 其實這個頗有趣 另一個 這兩張statement之後 你可以說 記者或者彭博這麼一個權威 你都可以說他屈你 即是媒體報道的事情 有些政治學說媒體是一個第四權 即是屬於一個監察權 最後歸根究底 蘇寧銀行和東莞銀行 都已經說這兩張聲明他們沒有 沒有寫過 沒有出過 沒有做過 就好像現在 你想卸獲也好 當時人走出來我沒有開過會 就是沒有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李永雄這個中國商人 其實已經是曾經被中國那邊的證監會 因為一些違規的裁技操作 其實已經處罰過 底部其實都頗花 這個直接牽涉到他本人 其實已經有跡可尋地 那些商業的信譽 或者並不太可信 第二就是 一些跟他相關 跟他相關的意思 我們逐點說 可能他閃到少許 那些商業的那些 即是不是直接 他本人 可能有間公司頂住了 就變成那間公司犯規 就不是他本人犯規 那些這樣的犯規 其實有些是牽涉到幾百億的 三四單 譬如泰國那些混河那些 也有的 所以這個 另外其實 當然這些東西 都是小弟自己Google A.C.米蘭 即是他們所擁有的公司 這個芬衛斯特公司 其實他們都 即是他們不是Google 他們是找一些顧問公司去做 其實都查到 曾經是被 楊紅的商人曾經是被 中國證監會那邊處罰過 他也有提出一個疑問 李楊紅就回答他 沒事的 那些是他事之為一個警告 這樣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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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而已 OK 這個 個人是覺得 比較疑稀了一些 因為 概括就是這樣 至於你說 初步簽訂 這個協議也是初步簽訂 也未是最終落實的 所以現在 如果你說A.C.米蘭 他是想 卻步 我相信在法律上 仍然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先去 在這裏下少少的分析 因為 你作為一個這麼多億 即交易涉及到7億多 另外 A.C.米蘭也是一個傳統 在足球界世界球壇 意大利球壇 拿過這麼多次歐冠 這麼有地位的老字號 要去逆手 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明白 曾經在之前的節目分析過 衣甲的球壇 一定是需要資金去維繫 去支持 另一件事 就是 資金 老實說 在整個世界經濟的大環境 很多時候很容易來自中國內地 但中國內地的資金 全部都很值得信賴 必然要請很多國外的顧問 為何要這麼說 如果請一些中國的顧問公司 請一些中國的人 去調查一些中國的資金 就等於 叫馬卡布查王馬 其實是一樣 他實說沒有事情 例子 可能曾經到奧巴去上海賺錢 在薪金都有很多瓜葛 譬如等等 要很小心地去選擇 平衡或者做一些評估 所以簡單點 下一個結論就是 資金必然是需要 但特別是來自中國內地資金 因為很多 很多和很亂 你一定要請一些非常信得過的顧問 特別是法律 那方面去查核 最終 如果你說 利用雄這個商人 和他背後牽涉這麼多的公司 都曾經是違規 或者掃以很多億計的財技 經濟上的操作 騙案這麼多 個人偏向都頗保留 另一個 今集主要圍繞著米蘭的相同 另一個 國際米蘭 由蘇寧擁有之後 雖然今屆的成績 叫做贏了祖雲達斯 但未是很盡如人意 特別是開賽 對祖雲達斯之前 其實都未贏過 我自己看 你說是不是蘇寧這個集團 如何影響 我會更宏觀地看 其實這兩三年 自從印度的商人 托希爾上場之後 是大灑金錢 在鑽會的投入 已經有超過很多億的投入 另一個關注點就是 國際米蘭 這兩三年是受歐洲足協的財政公平條例處罰 不是受監察這麼簡單 是處罰當中 大家知道蘇寧除了 在球壇除了國際米蘭之外 還持有中超的江蘇蘇寧 這兩個轉目槍 買了前巴西國的拉美利斯 亞歷斯泰斯拿等等 之前還有祖奧 但表現不可以 反而這件事 我個人覺得大家可以關心 因為歐洲足協的財政公平條例 他監察歐洲求會 例如說當然 更甚地去監察一些參與歐聯 或者歐霸杯的球會 歐洲足協能否監察到江蘇蘇寧 我可否這樣說 例如江蘇蘇寧 用很多錢買拉美利斯 免費借用 甚至幫他出賣糧 再借給國際米蘭 這樣歐洲足協能否監察到 或者監察到 但可以做甚麼行動 亞歷斯泰斯拿那些 那時五千多萬歐元 買了江蘇蘇寧 用這筆數進入國際米蘭 當然不行 但如果他轉手 下個會長跟你說 我免費賣給國際米蘭 這樣行不行 捉不捉到他痛腳 不可能捉到 一定不行 等於相關類似的操作 例如那時林伯 輾轉可以穿著曼城 三個英招踢球 這樣 這亦都牽涉到一些財團 可能擁有幾支球會 例如以前的普蘇家族 曾經同時持有三支球隊 在拋球隊轉來轉 雖然三支都在各自聯賽排下游 但有些操作是大家不得不忽視 蘇寧當然是大家有目共睹地了解得到 例如從寫電子、電器等 相對地看得光的 就稍稍可信一些 但不知哪裏爆個人出來 可能在Google都只找到 全部找出來都負面的 沒有什麼好東西找到 我個人覺得AC米蘭 既然上一次 最後與泰國財團15年 談不上 既然如此謹慎 而他那一億 又磅了水 最後可以翻桌 不如看定些 這裏是第一節 今集第二節 第二節 對於我個人來說是 少許的感受或抒發 因為在節目播出 可能是星期六晚或星期日 但是 大家在看節目 接下來的星期二 即9月27日 我個人很欣賞 甚至是偶像的托迪 他40歲的大壽 現在在球壇 40歲仍然在 頂級聯賽前列的球隊 請辭 對上人一個會是傑斯 到現在下一個會是托迪 其實托迪 我也挺肯定 在今一屆 其實都挺壞 合約寫明你是最後一屆 這些都對於球員來講並 但不要緊 寫了就寫了 116年 6月30日 就會是羅馬結束 即羅馬王之托迪 結束他在羅馬的球員生涯 寫完會進入管理層等等 我自己覺得40歲一個 老實說 你看回他現在 剛剛對上一個一控 一chip chop 比迪斯高的傳送 漂亮得不得 老實說 現在這個球壇 並不是那麼多人做到 年齡往是一個數字 但我想表達的是 其實我個人來算 托迪對我對足球的觀念 是其中一個影響得最深的人 老實說 你可能覺得很好笑 都可以 譬如在香港來算 可能教過我的教練 或者教過做教練的教練導師 或者一些裁判導師 可能對我都很有影響 你可能坐飛機去羅馬都超過10小時的人物 會對我在香港坐在電視前看球影響那麼深 其實托迪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就說 足球一定是娛樂在場的觀眾 如果你不是這樣 你踢球就沒有意思 托迪曾經這樣說 娛樂或者一個觀賞性 對托迪來說是這麼重要 現在我想說 整個世界球壇 所謂的一體化 teamwork先行先 效率先 摩連奧斯蒙尼在世界球壇大行其道 全部球會都想請他搞 但你看回托迪踢的足球 我夠膽說是現在世界球壇 僅有的一些清傳 我個人是挺受他的感染 托迪繼續堅持自己的月木足球 是個人技術上的展現 我個人都非常認同托迪的技術 根本是出神入化 但是如果將一個對足球的觀念 踢足球做教練 你是為了娛樂觀眾 這個概念灌輸到你去執教一支球隊 老實說 這個雖然和托迪個人的技術有些不同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仍然在做類似的事情 或者認同類似的事情 譬如哥迪奧娜 將球保持得這麼牢固 轉去哪裡都行 沒有人搶到他 我視之為一種很好看 老實說 很多球員可能不同意 首先大家是否決定認同這個觀念 踢足球 其實現在很多人覺得 踢足球是為了錢的 我踢球 我入這麼多球 我扭過這麼多球員 我是為了賺一份更加高的合約 我不是踢給觀眾看 有些球員是這樣想的 或者我踢好球 可能是為了我在一間小球會 轉去大球會 或者我寫一個這麼漂亮的佛球 可能是想Like 或者八時可樂籤我 讚助我 但是托迪就不是 他沒有這些 他覺得踢球是為了越目 如越他們的觀眾 這個是托迪玩到40歲 老實說我沒有想過 另外托迪更加令到我崇拜的地方 就是由初出馬路的小子 這麼輕挑 護射12馬階段 chip射 還有其他負面的新聞 那些雙腳踩人 放飛劍 衝出去踢巴洛迪利 衝出去踢巴洛迪利 我覺得五十五十 所以錯不完 但有這麼多負面的影響 但及後到現在 原諒卡斯辛勒 到早兩天還在說 會為羅馬這個波衫 為會輝戰鬥到最後一刻 一個人如此大的 一個頭褲紮著長頭髮 到現在剷短兩邊後面 再留一點鬍子 那個蒼桑 那些魚尾紋 額頭在火車櫃出來了 但是那個轉變 由最初一個這麼清潔的黃毛小子 不停在球場裡面 這麼多負面新聞 到現在承擔他一支球隊 這個轉變 是我更加欣賞托迪的地方 作為今集的臨尾總結 今集的節目不算很長 其實沒計算 大約半個小時內 做了一集意大利球 及後希望繼續和大家 緊貼著一些意大利球壇之族 今集沒有說一些比賽 事實上如果我只是花很多篇幅 去講一至兩場球 我又覺得好像對某些球隊不公平 例如今集我講祖雲達斯 好像對國米拿波利羅馬不公平 今集我只是講羅馬 好像又對拉素不公平 其實有感覺 我看到現在開了五輪 我看得最多是佩斯卡拉 很棒 這對球 如果你是看西甲 其實這對球很像華力簡奴 他進取勝 譬如今屆都傲到 你不要看他的職業生涯 好像打左閘打右閘 穩打穩閘沒有突出 但他執教球隊非常進取 很有趣 大家可以看看這些球 不一定只關注前列球隊 今集意大利球足球節目到此 希望大家喜歡 下一集意大利球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他會來吃 超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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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